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又来了 今天呢是想和你们分享我手里的这一套呼品 就是娇兰他们家的 那其实娇兰这个品牌主打主营的是香水香氛 我自己呢是没有用过或者购买过任何他们家的香水产品的 但是呼品说实话我用了不少 而且出奇的好用 今天这一期视频我还做了蛮多功课的 所以呢应该会讲的比较仔细 那其实娇兰这个品牌它有分好几个不同系列的呼品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要聊的呢 是娇兰帝皇风姿紧致修护的这一套 我会介绍一下他们产品的主打成分 功能功效以及我个人的使用感和适合的人群 这一套的呼品呢 它全部都萃取了法国歪上岛黑风蜂蜜 作为一个核心成分的产品 这个岛是以黑风为著名 然后黑风蜂蜜呢它是有一个抗老以及修护的作用 娇兰帝皇风姿系列这一套呢 全部都有它的这个成分 所以这一套它的功能主打的呢 也是抗老啊 然后修护紧致 现在我们就来仔细聊一聊这些呼品 我们按照一个官方的使用顺序来说吧 然后这一套呢 它其实香味都是差不多的淡淡的蜂蜜味 有一点点花香 给人的感觉呢 很清新很阳光很自然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 我们就先从这个爽肤水开始说起 那它其实也不算是一个爽肤水吧 更像是一个机能水 它的质地是稍稍粘稠 然后呢又轻盈如水 就是你摸它挤到手上的时候呢 会有一点点黏黏的感觉 但是上脸之后呢就很轻盈像水一样 被皮肤给吃进去吸收了 所以用起来的肤感非常的好 然后长期使用下来 是感觉到皮肤变得更加的平滑和软嫩了 那我觉得这一款呢 是干皮油皮都适合 官方的一个使用方法呢 就是把它按压在手上 或者是用化妆棉轻拍 这两者的话呢 我更倾向于直接把它挤在手上 然后轻拍到脸上 它们现在就是应该是2020年新出的一个版本吧 据说那个呢更加的没有负担 然后用起来呢是更滋润 但是更轻薄 美国的话旧版还能买得到 然后中国的话呢我就不太确定了 但是新版应该是更好用的吧 大家可以直接去入新的试试看 那官方呢是说先用一个基础修复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黄金复原蜜 那我自己的话会比较喜欢先用这个眼霜 那既然官方的方法是先用复原蜜 我们就来先说它好了 那这个呢应该是它们整个系列里面 最最最最明星 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产品了 它真的是挤上去之后呢 感觉很油润 但是推开之后呢完全不油 就是非常好吸收 有那么一点点油分存在的东西 然后这一款的话呢 我感觉油皮也是完全可以用的 油皮真的是不要怕油泪的产品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我非常推荐油皮去使用一些 相对比较轻薄的油类产品 那这个的话呢 就非常适合油皮在冬天去用 那官方的使用方法呢 是用完它之后再叠加这个精华 然后去使用面霜 那如果你是油皮不想要给皮肤造成 太大的负担或者是叠加太多的精华的话呢 在用完这个复原浴之后 可以直接擦面霜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一款产品我非常爱它的另外一个使用方法呢 就是用在我的妆前面霜里面 或者是直接把它混合在我的粉底液里面 整个就是100%会减少卡纹的现象 整个妆容呢也会更加的服贴 那如果是油皮的话呢 我就不太推荐去用它了 干皮的话滴在任何底妆产品里面都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上脸之后呢整个会油润有光泽不卡粉 妆效的话呢应该没有变得更持久 但是呢整个肌肤就是像是发亮一样发着光的 在用完这个复原密之后 如果你想要再叠加一个精华的话呢 就可以这两个二选一了 这边呢这个是修复精华 另外一个呢是一个Double R Serum 那我们就来分别讲一下它们的功效吧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叠加哪一款 先来说这个修复精华 那我其实已经就是整个都用完了 下面还有那么一丢丢 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 它的颜值非常的高 它是有一个个的小金球 然后交来呢是把这个黑蜂蜂蜜精华 全部都浓缩在这一个个小金球里面 真的是长得非常的漂亮 我的这个呢已经是空瓶了 所以你们看不太出来 这款精华的主打功效是修护肌底受损 以及提升肌肤的一个弹性度 它修复的功能呢我是看不太到的 最多就是维护肌肤的一个稳定性 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你是想要修复你的痘痘肌啊什么的 这个就不会有太大的功效 那我觉得它其实是更适合油皮的 因为它很轻薄很容易吸收 滋润度呢不是那么高 所以干皮用起来的话呢可能不太会喜欢 接下来来讲这款精华 它才是我的真爱 它的英文名是 Anti-Aging Double R Facial Serum 顾名思义就是这款精华呢 它是由两个不同的质地组成的 那你在按压出来的时候呢 这两个精华它会混合一边呢是比较轻盈 然后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的润亮 有光泽然后可以软弄你的肌肤的一个精华 另外一边是一个乳液的质地 它据说呢是含有这个黑蜂蜂蜜 以及蜂黄浆可以促进这个胶原蛋白和波尿酸自身 然后达到一个肌肤紧致的状态 那我自己呢是觉得这一款比它更加的适合干皮 然后抗老的效果和紧致的效果呢 也是比较肉眼可见的 这一款精华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喜欢 大爱很适合干皮 然后我自己的话呢是觉得一年四季用它都是没有什么压力的 然后它的肤感真的是一级棒 然后我自己每次都是三到四泵涂满整个脸 以及这个脖子的区域用得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可能两个月不到吧 几乎就快空瓶了 那其实这一款和Clearance Double Serum非常像 如果你觉得它的价格就是有点太高的话呢 可以去考虑购入胶韵式的那个也非常的好用 两个我都很喜欢很爱 然后我们就来说眼霜吧 眼霜我是没有购入正装的 只有一个小小的应该是中样吧 这个是有5ml 所以用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快 不过它的话呢没有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通 很好推开很好吸收的一个眼霜 这款眼霜官方的一个功能呢 是说可以抚平细纹 然后滋润你的眼睛 帮助你淡化眼皱的这个眼带 那因为我的是中样嘛 所以也说不上来它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功能功效 但是给我的使用感是挺不错的 并且这一款呢是不会搓泥 也不会让我的皮肤有任何的脂肪力 所以用起来呢 总之就是无功无过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眼霜 它的价格呢我记得是在100到200美金之间吧 到时候给你们标一下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面霜 那这个系列呢它是有分为晚霜和早霜的 也就是日霜吧 然后我的这一款呢是一个日霜没有购入晚霜 因为我自己这一套护品呢全部都是放在早上的时候去使用的 我现在手头上有的一些抗老的一套护品呢 几乎都是有一个搓泥的现象的 但是这一套就是我这么多产品用下来之后呢 再上粉底液或者说再上防晒也是没有任何的负担 不会有任何的搓泥的现象 所以这一套我真的是觉得在早上用非常的好 一几磅敷感也很好 它不会和自己的产品打架 也不会和我任何的底妆产品打架 用完之后呢上妆啊什么的都很服贴 没有卡粉的现象 好那我们来快速总结一下这一套护品适合的使用人群 那我自己呢是觉得肌肤年龄在25到30岁左右 然后有一个粗抗老护品细纹 然后维稳肌肤的诉求的人呢都会非常的合适 尤其是干皮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非常的滋润 肤感真的很棒 这一套护品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的皮肤去抚平细纹 变得更加的平滑 虽然说它的这个修复功能并不是那么的强大 但是使用感很好 不搓泥这两个优点呢就已经足以让我去继续回购它们了 这一套呢油皮也不要怕去使用 虽然说它是比较滋润的类型 但是呢油皮只要用一个减法的护肤方法 就可以去使用这一套了 比如说呢可以只使用这三个当中的一个精华 然后再挑一个相对比较轻薄的面霜就行了 那这个面霜呢它是有分为三个不同的类型的 有滋润版轻薄版本 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正常版 反正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不要买错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对你们选护品有所帮助 那记得给我点赞收藏这一支视频 然后也不要了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爱你们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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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kedIn 导啊